标杆人生三十 被塑造是为服侍上帝 以撒亚书四十三章二十一节 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 好诉说我的美德 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精心杰作 我们被塑造的目的是为了服侍上帝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里造成的 我们都是上帝量身定造 独一无二的创作 上帝刻意我们 是要我们在个人独特的世上来服侍他 首先我们要来发觉 我们属灵的恩赐是什么 上帝赐给每一个信徒的恩赐都不同 却有一个目的 就是用在上帝所托的世上 上帝喜欢多样化 所以造每个都不同 有不同的特色 恩赐不是让自己得益处 而是为了别人得益处 信徒彼此之间相互的服侍 另一个就是要听我们的心 圣经用心字来形容我们的意愿 愿望 兴趣和我们的所爱 心另一个意思是表明我们的热情 我们对一些事特别兴趣 对另一些事有一点兴趣都没有 圣经说我们要尽心尽性 侍奉他 我们要热心侍奉 也要热心服侍别人 我们的心是我们生命动力的源头 当我们信心来听 内心和我们来讲的时候 上帝就会和我们讲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事 我们怎样知道从心里来服侍神呢 就是要对侍奉要有热情 做喜欢的事 不需要别人来激励你和提醒你 在服侍的过程中 觉得是一种享受 按照上帝的计划 去做我们喜欢做的事 那我们的事就会越做越好 而且越早做越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人生是否是为追求 舒服的生活 舒服的人生不能使我们满足 我们可以拥有很多的物质 但其中没有一件是值得我们为他而活 物质都是暂时的 会过去的 唯有侍奉上帝 可以永远被上帝敬念 和荣耀上帝的名 同心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你 你塑造了我 赐我恩赐 求天父帮助我 能满心服侍你 满足上帝 荣耀上帝的心 奉主圣名求 阿们